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直接和间接证明了我之前说的东西是对的 其实就是国内的的士行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好了 现在另一个标题是这样写的 深圳的士司机爆行业惨况排队三个小时倒运气 接起一部单格有人当场就哭崩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可能你做的士司机就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短途车的问题 里面其实就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最重要有一个字叫开盲盒 其实就现在如果你回去国内 你会发现深圳北站 就是机场正常时间 什么时间呢 就是有地铁的时间 你会发现的士站 站头是没有人排队的 这件事其实从上一年 我去过深圳北站 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我都是留意到的了 最简单来说 香港人 你回去挪湖 你会发现现在在挪湖搭的士 就算是下班的时间 都是最多排很短的时间 你想一想五六年前 你去挪湖搭的士 基本上是有排队的 最厉害的时候是开四个位 然后车队有两条线 有时候开三条线 是繁忙到这样的 再回一回带 有红的的时候 大概是五六年前 就是1718年 好了 当时福田 无论是黄江 或者是福田口岸 如果你要搭的士 如果是福田的话 你走到很远 一般来说 这些人都不会在福田的关口 因为是很远的 一般都是在路边 你说如果在路边 就是近东方中泉那边 接的士 就可能会快些 但是如果你说在福田关口 外面 就等些的士过来 接到来 就真的比较难等了 因为我那时候 就经常上去国内那边 尤其是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 黄江口岸 就没整的时候 没重建的时候 哇 你在那条天桥那里 真是吃二手烟 真是吃到云 最厉害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试过遇到 六个位 有两个位是偷开的 很夸张的 有很多的士排队进来 但是香港的 客人 就很多 都是 快速上到车的 慢慢慢慢 就是 红色 再加上 蓝色的士 有一段时间 就是 蓝色的士 就很受欢迎 因为 红色的士 最高峰的时候 是要加三元的燃油附加费 所以很多人就等蓝色的士便宜些 包括我 我又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是因为我天生是对机油的味道是极其敏感的 周身行的 所以 我是不喜欢搭这个红色的士 好了 慢慢慢慢 直到2020年打后 深圳 全部的士都是蓝色的 现在不用担心 全部都是蓝色的士 是不是没有竞争 不是 现在很惨 因为无客 深圳 你说有没有人 有 很多人 有点像日本 现在觉得 坐的士贵 现在很悲哀 因为第一 网约车始终是便宜一点 我认识国内的朋友 他们个个都是搭网约车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 其实现在蓝的 在罗湖 或者福田 随手是可以折到的 你说去到龙江 比较偏远的地方 当然不是 但是我认识那些人 很有趣的 我吃完饭 差不多准备 就是准备了 正是准备了 做网约车 那些时间就是钱 但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现在变成的士司机很惨 之前我在直播和以前的影片都说过很多次 国内的士司机是用什么去换金钱呢 是用时间和经验的 很多新手经常去开盲盒 开盲盒是怎样呢 就开正我这些人 我早几年都是这样 大热天使 去罗湖搭的士去哪里 搭的士去向西村 最糟糕是怎样呢 就叫司机等下走哪条路 飙都不用跳 十元鸡啊 你说我有没有人性 说真的 由罗湖去向西村 是可以坐地铁 坐地铁就去到国贸站 不知道走几步路 真的 但因为我不喜欢过机 你坐地铁 就经常要过机 很麻烦的嘛 就是安检那些 你坐10元的士就算了 差不多 其实坐地铁 可能1元2元 你坐地铁10元 不差钱啊 我不介意 我没什么问题 但我遇到很多次了 疫情前是最多的 一上车 向西村 忘失假期 接着呢 的士的样子呢 就变了 说真的 就不像香港的那些的士司机啦 哎呀 这么近 一公里都不用 走过去啊 要坐地铁的嘛 是不是 哎呀 天气又不热 就是他们呢 就会用这样的 粗言畏语啊 就说我们这些香港转途客的嘛 那现在他们不会说这句啦 被你加到差不多30元了 是不是 那你们开心啦 那我就不回答咯 那我近期真的没什么 怎么回答的士啊 那好了 那国内那些司机呢 就不会用这些粗言畏语的 他们的态度是怎样呢 你知道吗 我等了一个几钟啊 哎呀 你是给10元我赚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呢 你自己走过去啊 哎呀 算了 现在都开了车了 说来都没用了 那这件事就叫开盲盒了 就是假如我 在楼上车 我跟他说 华君巴 那都起码呢 有二十几三十元 塞埋的话呢 可能呢 就三十几四十元 他不会接你 那你说去深圳北呢 哇 那就是六七十元的了 那他更加开心啊 不是 这里他说 麻烦我去这个笋江 哇 哎呀 200元 那就开心到 哭了 对吧 但是我去向西村 等于呢 就以前呢 在黄江 黄江口岸上车 麻烦你 黄江村 喂 那由那个地方去黄江村 就是关口的地方去黄江村 都差不多二十元 七八年前都吵的 红迪的时候 他们都是不满意的 有些直接说 我不做你生意 是这样的 我是亲身试过的 尤其是早上的时间 好了 好了 现在没得选 就是 很好 丑丑 都是一支签 十元都是钱 所以呢 他们呢 是有怨气的 几年前已经有了 现在呢 怨气呢 就比以前更多 但是不是只有一个 是很多都惨 那时候我懂得做的 就比如黄江 黄江口岸上车呢 譬如我去水都那时候 很多年前 我就会这样跟他们说 快点啦 门口停啊 给你多五元 是啊 我是这样说的 那他们呢 本来就喊了口面 然后就笑口很小小 就说 香港人啊 大方啊 以前是这样的 那就是 以前我向西村呢 那我在罗湖口岸过去呢 那我都说 哎呀 我给你多几元 你别吵 但是老实说 几元呢 就帮不了他们 但是你记住 以前是排一个多钟 而已 他们说一个多钟 其实可能是四五十分钟 最多都可能是一个小时 左右 现在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要开盲盒呢 是要排两个小时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盧关口那里 真是很少人 分开两个时间段 就是非繁忙时间 和繁忙时间 如果你非繁忙时间呢 你走去呢 罗湖那个地方 即是地铁站那里 的士站那边呢 去等呢 可能三个钟都没排到来 那里为什么以前这么忙呢 原因呢 就是很多呢 火车 就在那里下车 那火车呢 那火车呢 到了之后呢 那些人就转的士了 那现在 除了香港人少回来之外呢 呢 其实国内的 火车 和呢 就是不同的 班次 可能就是 说着 由 广州 过来 挪湖 那个人次 都是极少的 但是这些数字呢 当然是不会公布给你看啦 记不记得春运这件事情 春运呢 很多人在那里呢 扎营 排队 准备回老家的 其实过往这几年春运呢 那些人都是很少的 那你就想一下 喂 根本就没有人流动 根本就没有人来深圳 那变成了呢 深圳的士司机呢 其实现在是增多足少的 再加上这几年呢 有网约车 所以呢 他们的打击呢 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那现在01了 就访问了呢 几个就是 深圳的的士司机啦 那他们说的东西呢 跟我之前说的东西呢 就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那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 喂 一般来说 正常司机呢 一个月呢 起码要跑一万八的流水 那什么叫流水呢 国内就是 他要找到一万八千元左右 那才能赚过八九千 八九千是他们可以自己花的 就是有剩的钱来的 那为什么呢 要找这个一万八呢 原因就是 他有车租的嘛 是不是 通常一辆车呢 现在呢 在深圳呢 就一个人开的 最多呢 就多个part time 可能那些 移生啊 或者是亲戚啊 自己有份工啊 那可能就是说 喂 就是做完他自己的份工以后呢 晚上自己再开 多几个钟这样 那一般来说呢 一间 这样呢 就二百多元 我记得是二百二元的 那你就算了 你车租二百二元 你十日便是二千二 对吧 那你三十日 你不会每天都开工的 不过都差不多了 你就算大概六千元一个月 那六千元一个月 那你还要充电的嘛 那当然了 充电你问我贵不贵的 那不是很贵的 那不用充几千元的 那几百元都要的 那剩下的那些钱是用什么呢 加罚款啊 吃下饭啊 就是这样 那变成呢 就是 你要开到呢 就找到呢 一万八千元呢 你才有机会 就要剩八九千的 那好了 那但是现在呢 很多呢 新入行的司机呢 因为他不懂得走位 不知道哪个呢 客多 所以变相呢 就是新入行的司机呢 很多呢 都是一个月了 最多有时候 可能 找到的钱 七八千元而已 连公司的流水呢 都不够的 因为新入行的司机 没有经验 还有就是 看回你开几个小时 国内呢 你不要以为 一间的士司机呢 像香港那样 规定十二 十二个小时 其实很多不是的 八点钟出车 晚上一两点收工 一天呢 就开十五六个小时 还要在车上 你要记住 那当然了 就是他下午 可能跑去充电的时候呢 通常司机呢 充电的时候 就顺便吃饭的 那好了 那现在呢 就开十五六个小时 一个月呢 就可能赚七八千元 其实是最多的了 那呢 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 做十个小时 就能够赚那么多钱了 就是如果你二零一八年 当时啊 他是开充电车的 如果你是开十三或十四个小时呢 是有机会呢 是赚到呢 超过一万元一个月 我都说过了 我是跟那些的士司机 真的谈我了 他们就跟我说啊 哇 二零一七年 一六年的时候呢 是最好的 很多时候呢 就赚万多元呢 就是上贷来的 工作的时间呢 就不会很长的 那剩下来的钱呢 躺下躺下躺下 每年呢 就可以跟家人去旅行 哇 在深圳生活啊 那当然呢 他们就不会在深圳 卖楼哪有钱呢 通常呢 就比较偏远的地方租楼住的 那我认识那些在龙江啊 有一些呢 就在清水河啊 那那边那些租呢 是一六年一七年的时候呢 是很便宜的 那住那些龙民房呢 就在说一千元个月而已 一六一七年 但是他们一个月 是找一万元啊 扣起了租金的话 可能还剩成皮费的啊 那就给家人洗了 所以呢 当时一大班人呢 整个家人呢 就搬了来深圳住 那好了 现在呢 就没有这支歌仔唱了 那你做十五六个钟 那有机会 就找得回呢 可能八千元左右 十五六个钟啊 就是足足呢 比之前呢 做多三分一 那好了 那有些呢 就是色图老马的司机呢 他们都说了 那其实他们现在的收入呢 都是接近一万的 不过呢 就是一定是要 用很长的时间呢 才可以赚到 有时候 真的是淡季 譬如新年那些时间啊 真的整个月开拓 一月呢 以我所知呢 就是 的士司机 找最少钱的时间 一月的时候呢 深圳是没有人的 很多人一早提前回老家嘛 跑十四个钟 最多那个月都是赚了八千元 就是扣了所有东西 那所以大家要明白了 其实不只是香港经济差的 其实国内呢 经济呢 一样是这么差的 那现在 其实那个 惨犯呢 就是 说呢 以前 他们捱野的 那地车收了的时候 那国内呢 晚上十一点之后呢 的士呢 那个收费呢 是提高了很多的 我好记得呢 就在福田车工庙呢 我过了夜晚十一点 那呢 就 搭的士 回去向西村 五十几元 哇 有没有搞错 我心目中呢 那个价钱呢 是三十多元左右 接着我问了司机 平时 这个地方去向西村不是三十多吗 他说是 那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呢 因为你过了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是很贵的 那你想一下了 就是 这件事情呢 就令到呢 就是有一些 开夜间的人呢 过了 地车时间 因为过来呢 地车十一点就收了 很早 那你在那些机场啊 又或者呢 深圳北啊 那些 即使司机 豐涌呢 就去这些地方 那里排队 因为起码一枝旗都成熬水嘛 是吧 那你变成了 哇 真的 在那个 时间点 晚上十一点 到晚上凌晨 一点至两点 说你真的接到张单 即是接到两枝旗 那有机会可以找到 一百多两百元的 那如果你说去得远呢 就譬如说 哇 你遇到一个 由罗湖也好 由深圳北也好 去东莞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东莞张木头 或者呢 就是东莞啊 黄江镇啊 那些地方啊 大纸酒店啊 我所认识的 十年 十多年前 很多香港人呢 晚上呢 真的飞的士过去 那现在有没有这些 长途的啊 或者呢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白摆车呢 由由这个 这个罗湖福田 去那些远的地方呢 现在是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但是呢 很多很多年前 我都试过呢 就搭搭排车 在广州呢 就搭回去深圳 80元一个 很多很多年前 那但是 现在呢 这支歌仔呢 都已经没有了 变了就是 经济差 夜生活减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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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要回复回百花齐放啊 大家都找到钱了 而现在的政策和国情来说是很难的 所以现在的深圳的士司机的苦放是未到最苦的 当他们一听到罗伯快跑会有机会在深圳那里 好像武汉那样去推广他们真的面识都变了 总之大家回国内乘的士态度好一点 因为一般来说我真的觉得国内的的士司机的礼貌 是比香港的的士司机十倍好 所以有时候我多付几元我真的不介意 而且他们真的会下车帮你搬行你 香港的的士司机会不会 契还售吧 好了今天这条片就和大家聊到很多 下条片再见 拜拜